南投縣政府為了協助社會新鮮人 及求職民眾找到合適工作 舉辦了新享四成猴彩頭就業博覽會 希望民眾在猴年能有好的孕圖 我們縣長林明珍特別關心 我們畢業 應接畢業的學子 跟南道館在找工作的民眾 所以特別在今年5月28日 要再基盤一個就業博覽會 我們叫做新享四成猴彌道 就是說我們的新水可以照我們所想的 近來有一個好的工作 我們今年是九年 要讓大家有一個比較好的運動 5月28日我們在祖書大教 過去會展中心 在辦就業博覽會 今年的就業博覽會 將提供2000多個工作機會 其中有8間上市公司 提供給有需要的南投鄉親 有我們的港仔區也有很多間公司 有我們的中衛、很大間的 有中間有2000多個月 我在這裡鼓勵說 南投鄉親、鄉親、青年朋友 每天要換頭或找較好頭 希望我們在5月28日 才是9點到12點半 這段時間我們來展示中心 就是我們的就業博覽會 今年參加我們就業博覽會 中衆有很多 總共有52間 這裡還有工業區 裡面八間是我們的上市公司 像廣龍電子、中衛、東域、油壓等等 八間整個在南投鄉上 公司比較大的企業 議員表示這次的就業博覽會 除了提供相當多的職缺外 現場也邀請專業人員 提供免費客製化履歷見減服務 質疑注點質詢等 讓民眾可以釐清自己的求職方向 就業博覽會這是很好的機會 總共有2000多的就業機會 很高的28日 才是9點 我們就要求時間來我們的展示中心車 來找一個好的頭路 因為這天有很多專家 跟一些企業的做新球人才的專家都會來 還有一個李立表的見解 李立表的見解 我們要逮到機會 遇到美好的機會 我們要掌握住 我們的人生永遠都是彩色的 當日的活動 特別邀請到民間鄉的新民戰鼓隊 帶來戰鼓表演 現場還有採裝服務 視障按摩紓壓 衣檢 政府資源諮詢區 創業攤位展示等 除了求職民眾外 也歡迎鄉親可以席家帶眷一起參加 共享盛舉 民意新聞林佳慧南投採訪報導